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位人生的节目 今天真的很荣幸能够请到一位 真的是我非常佩服的一位医生 他是1971年在国防医学院毕业 毕业之后 其实他是外科专门医师 还有嘉医科的专业医师 还有国际细胞治疗医学会的医师 真的不容易 之后他又到德国专门学细胞的事 他曾经在亚东纪念医院当整形外科 手外科 还有贤卫外科主任 然后在台中在全民医院当过院长 今天真的非常欢迎他 他的经验太多了 病人也太多了 所以非常的感谢上帝 今天这个节目玫瑰人生的节目 能够邀请到刘医师 刘伯慧医师 刘伯慧医师 真的感谢主 我真的非常荣幸 而且那天在开会的时候 我真的流泪 非常的感动 因为我觉得说 一个医生经历那么多 也发现上帝给了那么多特殊的 就是上帝创造的东西 被你们发现 我们应该说 一般人说是发明 但是我想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 我们说我们是发现 因为所有的材料都是耶稣创造的 是创造的 对 所以我想 当然第一个问题 我一定要请教刘医师 就是我想在什么样的状况下 你成为一位基督徒 好 感谢上帝 我成为基督徒 是在妈妈的肚子里面 就已经是基督徒 我家里面是 我是第四代的基督徒 是 自从我曾祖母 祖母 妈妈 我是第四代 是的 所以当时我当在妈妈的母胎里面 我是出生果子 我是头一胎 所以我家里的信仰非常的坚定 所以当时妈妈就一直想说 这个孩子要献给上帝 出生的果子要献给上帝 是 所以从小我就有这个经历 是 我以后是要献给上帝 是 做牧师吗 妈妈当时是说 很希望我去当牧师 是 要读神学院 是 要读神学院 所以这里面有很多故事 是的 所以要让你慢慢说 是的 是的 其实我读的学校呢 是三流学校 是 当时呢 我因为 其实我成绩也不好 所以我心里想说 爸爸叫我父母的意思 当牧师去 所以呢 在求学的时候 在高山的时候 神给我一个恩惠 我认识了一位 考大学 考得不理想 是 然后我们班上随班互读 他也是刘先生 是 那我当时就是想说 我要当牧师那么不要紧了 他一直常常叫我 是陪他去读书 是 课外去读书 是 是 我说不要啦 我成绩有这么不好放牛的 是 那 那个 那个刘弟兄 刘仁兄 他就跟我讲 诶 你们的上帝要用你 对 成绩要好啊 不要是成绩不好啊 是 打岔一下 其实啊 最顽皮的 被放牛的那些 这些孩子都是最聪明的 感谢上帝了 是 所以那个时候呢 我就好啊 我就跟他去读书 嗯 所以神那个时候打开我的智慧 是 让我读书 嗯 不懂的我便懂 嗯 考试的时候 比我们班上第一名第二名 还要好 哇 是 那时候我就觉得说 欸 我不笨欸 是 我可以读书 因为你真的很顽皮的孩子 就是很聪明的 是的 感谢上 所以我真的就是 很努力的去读书 嗯 但是好事也是不理想 这是神给我们的磨练 是 那当然这中间 其实我是比较 往开启智慧的人 是 我也考了两年 嗯 第三年才考上 啊 是 是 当时我考上了国防医学院 是 是 是 那个时候我在三流学校 没有人考上做医学院 是 是 所以我的指导老师 黄瑞珍 当时我们的讯导主任 王显荣 嗯 他说 啊 那个是同名不同人啊 他不可能考上医学院 是的 是的 其实这是完全神的恩典 是的 真是感谢神 是 这是我也喜欢在这个 做这个见证 神是的爱 神的喜欢 神的疼你是永远用不完的 是的 是的 所以考上了以后 那你本来不是要去堵神学院吗 其实我在想很多人弄错了 就是好像把最笨的孩子 好像最不行的孩子 就把他丢到神学院 其实不能那样说 为什么呢 因为神要把 我们要把最好的给上帝 其实你是最好的 但是我也相信 虽然你没去堵神学院 可是你在国防医学院 你也成为一个医生 有名的医生 好 这都是 你可以透过你的工作 来容神于人 对不对 是的 当然我们还 你还可以 就是我们刚刚只是 已经在讲到后面的事情了 那我是想 你继续讲 就是说 好 你考上了这个 国防医学院之后 那你后来怎么样 你就进去读了 对吧 是 我进去读了 当然中间有许多的挫折 在大一大二 尤其是大二的时候 我另外一种想法 不想读国防 我想说 那干脆被退学 可以转到北的医学院去 是的 当然这是神手不容许 所以呢 后来我又继续把它读完 但是我要做个见证是说 我曾经有一段离开神 是的 因为当然医生觉得自己很了不起 是 很骄傲 很致富 对吧 很致富 所以这个时候 那个时候 我的心态 是属于事的 离开了神 所以这中间神给我很多的恩典 是的 也很多的教训 其实我最能感谢神的就是 我不可能考上医学院 是 上帝赏识了我当医生 是 是的 第二个 我要做个见证 是 我娶的太太 是很漂亮的太太 是 她做医学院也是医生 是 她很漂亮 那这个也是神所赎给我的 是 因为当时我真的 我觉得 我不配 娶了这个太太 你也很帅啊 谁说你也不帅啊 不是 看学座 因为我那时候当兵啊 是 你平头啊 我又自己认为 我很卑微 所以我跟她认识是 跟她一起 她考医师执照 医师执照 你也去考医师执照 她要考医师执照 我考过了 那因为当时 出的医师执照 出的题目 大部分就是台大的医生 再不然就是国法的医生 是 所以我们的老的 老考古题很有用 是 所以我就陪我太太去 跟她一起温习功课 是 那时候结婚了吗 还没有结婚 我也不认识她 我也认识这么漂亮的女人 这么漂亮的医生 这么能干的 对吧 这么样的男朋友在追 是 我跟她在学医 在温习功课 是 当然是把完全完全打开 我们 根本就是温习功课 是的 是的 所以那时候有些多男生 男的医生来找她 那我就跟她讲说 你男朋友来了 你还不知道 你会成为她的男朋友吗 我认识我不可能娶她 所以我一点想法都没有 是 我就跟她说你男朋友来了 没关系 我们留着下一次再讨论 她说没关系 给她在外面等 是 那时候我还没体会 只是 是不是女孩子对 印象对我好 不知道 是的 直到有一次 直到很久的时候 我爸爸妈妈说 你回来不都是跑去哪里 是 我说跟 一位 主内的姐妹 她也是要考医学院的一个 考医师的一个姐妹 她是主内的 然后 她每一次我要回来的时候 都送我到电梯门口 那我爸爸妈妈说 这个女孩子对你有意思啊 你怎么不懂 就是这样子 我才能够 这是神述给我的 是的 感谢主 我永远感谢主 所以就后来就娶她为妻了 是的 这是神的恩典 现在也是医生了 现在也是 是 感谢主 感谢主 所以这也是美好的见证 是 神是恩赐这么多 她也很能干 对吧 很有智慧的女人 是的 很有智慧 那之后呢 那你国防部医学院毕业以后 我看到你的简历 就到别的医院 是 是 我毕业以后 那来 但我是那个时候 要服役十年 是 服役十年 要服役十年 是的 是的 那国防医学院要服役十年 是 那服役十年之后 我 那个时候就我同学叫我说 那干脆我们到亚冬医院去 所以我才到亚冬医院去 是的 因为我本身是做外科的 是的 知道 所以到亚冬医院 真是有个机会 也认识了我们守外科的主任 叫做张宗旭 跟他学习守外科 是的 那然后就是有这个 显微外科 守外科的经历 然后 然后 我不久就下来南部开院 那也到全民当院长 是这样的经历 我想在这么几家的医院当中 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经历 比如像开手 有手术吧 是 有手术 是 那么多的经历 你看从亚冬 然后到全民 这中间 你有什么特殊的经历 就是说看病人的时候 怎么样 有没有什么特殊的经历 我 这个经历我个人觉得 其实 我们的中医 也不要被西医这么排斥 因为我在学习的中间 我的教授对中医就有成见 是 比方说他手受伤之后 他会红肿 那红肿当然会涂一些中药 对 但是知道他只要看到人家涂中药 他说你去找中医好了 我其实我个人觉得 不要那么样的分得清楚 是 他不涂在伤口 他是涂在伤口 外面 伤口没有涂到 是 所以当时我就有这个感觉 也不要把自己的西医看得 看到别的不同的医生 治疗方式 就这么样的 一提到这件事 我最近差不多三个月前吧 是的 我的手受伤 是 那骨头这个正好 因为我在山上弄倒高山 是 就不晓得那时候没有电 没有水 好像过六十年前的生活 因为 后来因为眼睛也不是很好 结果呢 就摔倒了 摔了以后我这个骨头裂掉 那我去找X光 那个骨科的医生啊 就立刻就是帮我 打石膏 打石膏 OK 可是红肿就像你讲的红肿 我的筋跑掉了 OK 我的筋跑掉 可是你因为包了石膏 就不能动了 对啊 而且又痛又肿啊 是 所以我就后来 我的朋友也是 什么以前的这个 十八同仁的那个 传承 他们的就是他们的后裔嘛 是 所以他来一看我的时候 后来我就把 他说可能要把石膏拿掉 对 没错 把石膏拿掉 先我就自己把它切掉了 是 把石膏切掉了以后 他就把我的筋啊 跑掉了嘛 是 他就一弄很痛很痛 他一弄完了以后 我的手就可以动了 所以这个是中医能做的事 是 就是不然西医可能要开刀 对不对 可是那个筋可能不能 不会开吧 是 但是他把我转回去 哇 手就很自由的可以转动 是 可以转动了 是 那所以我就觉得说 其实啊 五千年前 我们的老祖宗 就已经用了这个中药 中医嘛 对不对 那西医 西医也是很棒 因为可以用药也可以 所以我后来我发现 我在美国的时候 上面有中医的学校 是的 就是用药或者是 你那里肝活 什么东西 什么 那个只有中医能够看得到的 对 那西医它是完全是用西药 然后就是石膏 是的 所以就像您讲的 对不起了 我不是医生 但是我是觉得中医也需要 西医也需要 好我觉得这两种 因为你看皇帝经 是 我看过皇帝经 是 可是讲得非常 是 然后他是用食疗 是的 用食物 然后养成 我自己也是 因为我的老师 我三年前我还是85公斤 后来我的老师是专门做蔬菜的那个配合蔬菜 十八道菜 张老师 我还特别谢谢他 后来就也是慢慢 然后因为我有过劳 所以当然就减重 但是蔬菜方面也就减重 是的 就是他慢慢吃得很饱 可是他不会油腻 是 所以很抱歉 我们就额外的讲这些 你说中医西医 院长说的没错 中医也很重要 西医也很重要 好看你需要看哪一颗 其实都是有果效的 好都是有果效 那我觉得就说 因为这个手的问题 所以我才知道那个经 转过去后 哇不是轻松 对 那所以呢对不起 如果是你是西医 你是中医 您不要生气我们讲的这个 因为针对我们的经历 是的 我想院长也说不要轻看中医 因为中药可以调整我们的身体 就像我在吃这个 前一阵子我在吃那个十八道的菜 是的 我觉得身体不单是健壮起来 我的免疫系统也好起来 是 所以呢希望朋友们 当然我不是做广告 但是我觉得今天医生在这里 就是中医西医都是重要的 对吧 是的 好我想呢 刚刚我们已经聊到别的地方 我们还是回来吧 所以我就觉得说 所以我就觉得说 我刚刚讲了说 什么样 就是说如果你的病人 对不对 你看这么多的病人 是 你觉得有没有什么很特别 你说你有一阵子离开神了 对不对 是 离开神了以后怎么又回来了呢 一个最大的原则 是的 是 离开了神 属世的 使世的欲 就增加 是的 属世的 都是属于魔鬼 是的 所以是魔鬼 在挑战 因为你一离开了神 魔鬼就仓旺 是 所以这中间 赚了很多 是 也赔了很多 是 对不起 所以我个人觉得 还是要回归神 是的 神是真正是爱你的神 不管你离开多久 离开多远 做了多错的事情 是 神永远爱你 是的 所以我是感谢神 让我在这个年纪 也经过许多医学上的经历 是 我觉得信仰绝对不能抛弃 神就是创造宇宙 祂的神 祂的爱是永远存在的 所以我一直常常心里有个感觉 我年纪这么大了 我能做什么 我要回来 我要做荣神义人的事 是 也感谢上帝 让我认识了我牧师 我们有相同的理念 是 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 包括我现在 我的医学的专业 我要做荣神义人 Amen 是的 是的 其实上帝创造我们的目的 就是为了荣神义人 是的 因为上帝在我们的生命 在我们的生活工作 祂有主权的 是 祂让我们活着 我们能呼吸 就是一个神迹 是 对吧 是 然后呢 上帝的应许 是永远为我们预备的 是的 而且上帝永远爱我们 是 刚愿长说 不管我们过去做了什么错事 不对的事 只要回到神的面前 任罪悔改 神一样的 来赦免饶恕我们的罪 我想在圣经里面 情谊的事 是属于什么呢 圣经里面 告诉我们 旧辱 淫乱 奸淫 污秽 邪荡 拜偶像 邪恕 仇恨 忌恨 恼怒 结党 纷争 嫉妒 在古箭里面 就是凶杀 还有醉酒 荒烟 是的 我想在属世的 我们如果在这世上 就说 我们如果不爱神 是 那么这些事情都出来了 其实 你说 这个罪不是就单单 杀人放火抢劫 对不对 里面就会有 纷争 嫉妒 嫉妒 恼怒 对 记恨 院长刚讲 其实你是 清清淡淡的描述 你所做的 就是说 你说你赚了很多钱 是 但是很致富 骄傲 对不对 是 那个时候如果属世的事情 然后你看 一下子 又没了 是 赚的多 赔的多 对 所以你就 我想你有一个很深的感触 是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是 人若赚的全世界 赔上自己的生命 有什么益处 是 好你看 赚了很多 可是因为用在不需要 不应该用的那个地方 是 好 但我也不知道你赚了多少钱 也许那个时候很多 对我们来说 船道人或是乡下的人 以前 一百万就知道 哇 好多好多好多 对 来到了城市听到 挤一挤 我说千方夜谭 对 对不对 但我相信院长也赚了不少的钱 可是也赚了多少的钱 是 很多的钱 所以其实 人生真正的有价值 有意义是 坐在神的身上 阿们 而且这个钱奉献给上帝 阿们 奉献给上帝是在天上 没有钱 没有小偷偷 没有从咬 是 所以当我们奉献 然后帮助 需要帮助的人 当你把钱放在哪里 你心就在哪里 对 我放在天上 我的心就在天上 对 对 我想这是你的情深的经历 是 所以院长说 现在 他愿意荣神一人 我想荣耀神 利益别人 就是帮助更多的人 是 那一谈到这里呢 我就想 就说 院长 你现在在柏林诊所 是的 所以我上次有去看过 你在柏林诊所 我是说 院长 我请你来做见证 是 因为他现在 刚刚介绍过他 就是除了这个外科的专科医师以外 守外科以外 他还就是在细胞方面 是的 那后来他这个做完了这个 全民医院的院长之后 刘医师说后来他就到德国去 是的 后来到德国 而且以前那个细胞是不热门的 是 不热门的 但是他竟然去这个德国学这个细胞学 是的 细胞学 然后现在引用到现在他的这个诊所 在医院里头 是的 所以我觉得这是很棒的一件事 是的 因为现在什么 大家提的什么干细胞 是的 这些我不懂 但是我想让院长来说吧 是的 是的 我在全民医院当院长之后 嗯 当时呢 我就有一个很强的概念说 跟我太太讲说 因为我太太也是医生 是 她是感谢上帝 嗯 我太太也是基督徒 是 她 虽然是 她尊重先生所做的决定 嗯 我说那时候我就是有一个概念 一直想要把小孩子带到国外去 是 我就跟太太讲说 一个人当医生就好了 你把小孩子带到国外去 所以我太太就把小孩子带到美国 嗯 那还好就是有一个很好的机会 让我认识的德国的教授 是 就是在专门做细胞的 就是瑞士的细胞 嗯 那瑞士的细胞 当时是非常夯 就是Ponyhan 是 保罗尼汉在瑞士的细胞 是 那我就认识了 保罗尼汉的瑞士的细胞 嗯 然后也到瑞士去 是 那就是认识了这一位 做保罗尼汉细胞的这个budget 嗯 那由于这里认识了之后 我就一头栽进去 因为我认识了这边的教授 我认识了就是 保罗尼汉他自己的学生 是 在细胞里面 人体里面就是 这个我们的 所以讲的是海德堡 海里本的教授 是 认识了Franc Smith 认识了Lansberg 嗯 那还有动物的细胞 是在奥地利 那当然动物方面 我就比较不熟 那经过这两个教授之后的认识 又介绍我认识了 当时在做细胞的一个 动物的专家 是 叫做Fuchs 那由于这样的认识 我就完全投入在 德国 保罗尼汉的细胞里面 所以现在的细胞 跟以前的 保罗尼汉的细胞的许多概念 嗯 是相同的 是 我当时投入进去 我记得是在 1987年吧 是的 那现在已经差不多三十几年了 对 所以我感谢神 让 让我有这个机会认识了细胞 嗯 那 因为我们知道 这个动物的细胞 是属于一种细胞 嗯 在国外是许可 嗯 当时保罗尼汉 那个时候是已经六十年前 对 有许多的当时 当时的高官贵族 还有总统啊 比方说是戴高乐啊 这些第二次世界大胆 完了这些名人都去德国打细胞 嗯 嗯 还有就是那个 那个 所以打细胞之后的效果 他们都承认 当时的细胞就是在欧洲许可 嗯 但是欧 台湾 是 东方没有人知道 是的 所以早知道太早 是 所以我也在住后面努力 是的 我在住后面曾经要 有属世的想法 要怎么去赚钱 是 都失败 嗯 离开了神 是的 离开了神 所以做不成 没有做成 知道太早 死得太早 所以现在反而是 非常的流行 是的 就打干细胞 是 请问一下教授 如果打干细胞 会有什么样的 当然我没有 我不是要叫人来 对 但是我是觉得说 这个功效是什么 嗯 因为我不懂嘛 我当时认识的是 属于动物的细胞 是 所谓动物的细胞 是属于义种 是的 我们人体是一个种 是 动物是另外一个种类 是的 所以打完之后会有反应 因为它虽然做 冷冻干燥的处理 减少它的副作用之外 不同的种族的细胞 会引起反应 是的 会有这些反应 那现在我说的是 现在就是人自己的细胞 有什么样的反应 就是说功效 所以我有这方面 就是细胞方面的知识 对 那现在是我们 几年前吧 三年四年前 台湾已经特管法OK了 是的 那所用的台湾特管法 是用自己的细胞 是的 其实自己的细胞 是最安全 是 也最好 那最主要是把这个细胞 是干细胞 打开了 所以概念 先踏了一步 比别的国家 还没有强认 还不许可 是多进了一步 是的 是用自己的 对 是用自己的 所以不管 包括你是怎么样 抽自己的血去培养 不管你要去培养血小板 培养NK 抽自己的皮下指纹 要去做健充值 都是自己的 是 所以我就说有什么功效 效果就是 最主要是抗衰老 还有用健充值 它有修补的功能 修补细胞 修补细胞 修补哪一个 开始受损伤 老化 变化的 细胞 有修补的作用 是 修补真身的效果 所以健充值是最有效 是的 所以 虽然我听不懂健充 健充是什么 麻烦解释一下 健充值 就是我们皮下脂肪 其实人体最多的就是骨髓 骨髓 骨髓 对 还有 就是在期待 期待 期待是最 但是期待是别人期待 不然就用自己的孙子 自己的女儿 或者自己的孙子的期待 是 这个是最好的 是的 不是血 是期待 就是抗老 所以有的人打了以后 干细胞以后就年轻 对不对 对 就年轻十岁二十四 是 他有修补真身 对 但是我知道这个费用也蛮高的 是的 所以我 当然我是因为 亲爱的朋友千万不要误会说 我们要去打干细胞 让你年轻 挺好的 当然你愿意那你就打吧 但我是觉得因为医师的专业 那他真的是非常的感恩 因为那天我们在开会的时候 还有一个博士在当中 是 他也很厉害 是 他竟然那个就是矮症 是 他这个是 已经通过国家的这个认证 对吧 他奄奄 是 是 已经通过 哇他 那时候我真的好感动 竟然可以对这个癌症 因为现在很多 因为 我也说实在话 太多这个 因为疫情的关系 很误准 对不对 是 然后大家都是很忧郁 非常 就是说没有工作 大家很 好像很多人就开始有 一个是忧郁 一个是癌症 是 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好 这个忧愁使你的骨头酷干 对 喜乐 是良药 是 所以 因为太多 我们很多人就是 一直在家里 因为很危险 危险 就是有这个疫情 但是 这个博士 我相信 他也跟刘医师讲得很明 要接触 就是说接触 接触 而且 你们两个可能也是合作 对吧 是 所以我觉得他要你 成为他的代言人 那我心里 那时候我就听了说 哇 我说主啊那些癌症的人有救了 是 希望那个疗效有帮助 是 但我们并不是说 一定怎么样 因为也是要看人家的体质 对不对 看体质 对吧 是 所以我想稍微讲一下 这个有关这个博士 他的发明 是的 我对这位博士呢 的认识呢 我能够在这边先澄清一下 我不是跟他合作 因为我认为 我这个人是比较容易相信 是的 中医啊 其他的医学啊 都有他的长处 是的 只要不要违背 我个人对医学的认识的原理之外 是的 我是会接受的 是的 那我不是合作 我认为我应该 我身边许多癌症的病人 是的 那中科院的这位王博士 他的东西是口服的 嗯 不是真迹 是 第二个 还在中科院 还在研究 是的 他的来源从德国来的 是的 他的团队还在做测试 对 还有很多的data 我看过许多不同的医师 报告 能够接受 是的 来使用 用在 所以我们认为 治不好的啦 是 就是恶性肿瘤 都有帮忙 是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是 我又看了他许多的paper 是 看他许多不同的 报告 不报告 就是 让我认同 临床临床 对对对 临床实验 这个事情 政府还没有approve 他不是真迹 他只是 口服的辅助 是的 所以这方面我就能够接受 是的 因为知道 许多恶性肿瘤的 真的过的生活 非常的气场 是的 非常的施放 大家碰到这个问题 怎么会是我 我一直有那种 每一个病人都有一种 很强烈的求生欲 是 但听到这个东西 人生变黑白 是 所以我觉得 我愿意来帮他 来了解 用在这个肿瘤的病人的身上 是 因为有成功的例子 是的 只要不要违背我们 也不要做广告 是 也不要做贪图 贪力 就是要帮助 帮助 帮助这些 这黑 人生黑白 没有希望的 这恶性肿瘤的 是 最少最少 可以改善他们的生活品质 是 最要紧 是的 再把神的恩典 带给这些 需要爱的人 是的 我个人观念就是这样子 所以我很荣幸 我愿意 来认同他的产品 我也用了几位 是 因为他的 背包 就是很厚很厚 是的 因为这个是 在医院里面都在临床 是的 我看到有一张是肺腺癌 肺腺癌 肺腺癌 肺腺癌有进步了 有进步 我们不能说是 这种 但是我觉得 他的背包 就是医生去临床实验的 蛮多的例子 他除了肺腺癌 还有很多很麻烦 是 比方说胰脏癌 是 那生活是很可怜 是 那最最短的 这个 这个 都可以帮忙 还有乳腺癌 那是 乳房 对 所以我觉得他是 什么 我觉得就是还有败血症 对吧 乳肺癌也可以 对 我觉得 我看他的文章的时候 我蛮感动的 我蛮感动的 所以呢 我相信 现在很多 就像我周边的人吧 是 我就前几天 我都一个一个打电话 希望他们能够来实验 就是说来体会 体验 因为你已经是得了这个病了 甚至已经扩张了 是 那我说请你们来看看 好 希望真的是 我们是以助人的心 是 就是帮助别人的心 就像医生你说 你要荣神一人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 其实我做传道43年了 是 也帮过不少人 虽然我不是医生 但是心理的治疗 是 就是那个心理的医疗 因为现在很多需要抗议 是 就是需要心理辅导 是 因为现在很多 你看他很正常 可是 真的那个心理很有毛病 对 就是有这个 怎么讲 叫做 好 就算是躁郁症 好了 忧郁症 这都是精神上的这个问题 是 有时候是医生看都看 看不到的 好 就像 其实今天好 说实在话 好 我举个例子 如果医生说 你 你有病 可是你自己不承认你有病 那医生也没有办法帮你看 对吧 是 好 好 那医生说 检查出来 你的血液有问题 是 那你说 没有 我哪有血液问题 那医生也不必看了 对 今天我也举一个例子 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 是的 叫一切信他的不致灭亡犯的永生 阿们 今天我们是有罪的人 可是 也许你听了我这句话 你可能 你可能就很生气 我哪有罪 其实这个罪我刚讲过了 不是只有单单杀人 放火抢劫 这个罪隐藏在我们内心深处的 我们的骄傲 自私 诡诈 狠毒 欺骗 欺恨 恼怒 对不对 这里面 没有一个人敢说我没有吧 但是耶稣说我爱你 我为你定死在十字架上 是 我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是为了要拯救你 只要你愿意承认 你只要愿意认罪悔改 神说我给你永生的生命 我给你新的生命 阿们 圣经里面说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 神是信实是公义的 不要赦免我们的罪 洗尽我们一切的不义 圣经说 如果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新造的人 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 是的 亲爱的朋友们 我要说耶稣爱你 他永远的爱是不改变的 是不离不弃的爱 就像刚刚院长他做的见证 神的爱 虽然他过去也失败软弱过 但是他一回转归向神的时候 神还是一样赦免饶恕 是的 而且现在其实他已经七十几岁了 但是我觉得他很有火力 他真的非常的有火力 而且有体力 真的常常就是帮助病人 所以我觉得他真的是感谢主 那是因为神的爱在他里面 阿们 所以今天我要在这里和观众朋友说 打开你的心门 把耶稣接待在你的心中 不管你今天有任何的病痛 耶稣说你们求我就给你们 扣门我就为你们开门 寻求就让你们寻见 圣经说什么呢 反劳苦丹重担的到我这里来 我就使你得安息 你希望在这疫情 在这困难 这个混乱的社会里面 你愿意得着安息吗 耶稣愿意给你 今天就把你的心打开吧 让耶稣进入到你的心 阿们 我想在这里呢 院长你可以跟观众朋友 讲几句话 是的 我希望在结束之前 讲一些我医学上面的专业 对了 我现在我跟许多受了癌症 轻患的顾客 我虽然有一些口服的 可以辅助的 但是最主要的治疗 还是要造成专科医师 要好好地去做化疗 开刀 放现实治疗 甚至标靶 我们所说的 刚才我所提的 这口服的辅助医 只是能够帮助你 协助你很快的 改变你的生活品质 甚至于有所进步 把这些恶性肿肉 慢慢地简化 但是最主要一句话 神的力量打为一切 是的 神的力量会医治你 这是我虽然需要在这边 做我个人最后的见证 是的 好 我希望观众朋友呢 真的医生讲的话 他是专业的 但是刚刚最后的一句话 他说什么 要仰望耶稣 要信靠耶稣 是的 因为在人不能 在神 凡事都能 是的 所以今天我真的很开心 有医师在这里 也是我第一次 邀请医生了 希望下一次还有机会 好 感谢主 谈到你的专业的事情 好 希望另外的博士 也能够到我们节目 但是我相信他很忙 他说他真的很忙 没关系 但是在这里 如果你真的需要帮助 或者说 需要你已经在这样的状况 有癌症了 但我也希望你能够来问问刘医师 好 能够 他能够减轻你的负担 也减轻你的痛苦 好 谢谢主 那我也希望我们十家TV 把刘医师的电话 好 柏林诊所的电话 能够写在那里 我相信对我们所有的朋友 应该是很大的帮助 因为那一天 当他跟另外一个博士 谈话的时候 我坐在那里 我真的流泪 我说主啊 这么优秀的医生 他们能发明那么多的东西 能够帮助人 减轻别人的痛苦 我说主啊 真的感谢你 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在这里 好 虽然我跟刘医师 刘医师我觉得他讲的太少了 下一次希望有机会再来谈 这个别的个别的例子 好 个人的 就是说你医治过 我刚刚一次两次在问医师说 你过去在医治别人的时候的那个状况 他们的就是经历跟见证 所以我想在这里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想在这里愿上帝祝福我们每一个人 愿神在你的身上 恩上加恩 利上加利 爱上加爱 乐上加乐 福上加福 医生讲最后的一句话 祝福观众朋友 最主要还是要感谢上帝 一切的能量 一切的爱 都是从上帝来的 是 从天上来的 是 感谢主 我想在这里 我们的玫瑰人生就暂时告一段落 下一次还有更精彩的节目 上帝祝福你 拜拜 谢谢 拜拜 拜拜 拜拜